她的山水作品是以明清人的笔墨 允宋元人的秋贺的典范 她的作品具有神游万刃而快意 纵横齿幅间而旷达的义曲 她的山水画中我们可以感受到 她在逐力表现的一种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 她就是著名山水画家李小松 今天的李小松已经修炼成为一个思想深战 灵感高尚的人 那么她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向成功的 敬请收看本期明家讲坛 李小松专题 问道于荒寒之境 下 您现在收看的是加拿大财经一号电视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徐力嘉 您现在收看的是水不单亲 明家讲坛 本期请来的是著名山水画家李小松老师 李老师欢迎您 主持人好 电视机前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小松 李小松 1968年生于山东资博 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 艺术创作研究院画家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李小松艺术工作室导师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当代北方山水之于传统山水画史的一个最主要的贡献 就在于受自然启发的异象性新象性山水的挖掘和再造 这一动向来源于前辈们的写生山水传统 但在年轻一代的画家手中有不同于前辈们的新造 这即是求之于自然 富佑求之于内心的自由组合之后的现代融入 因为山水画的传统牵连和传统滋养 它们在视觉形态上似乎并不过分地夸张所谓创新的力度 而在内心表达形式节奏处理等方面 却有截然区别于过往的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风气已经形成了一种明显的争厚 以大体山水画家们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此种追求的倾向 而在其中李小松是值得特别关注的一位 李老师其实这个山水画分为南派和北派 那这两者之间的特点是什么呢 南派和北派之间吧 它地域不同 画家的这个画风也不同 南方是追求清秀这一路子的 清秀墨运上是比较好的 一些画中的一些细节 勾勒的都比较细腻 它与南方的这个性格有关系 地貌整个这一块 北方它就是一种苍茫 浑厚 这是北方的一个特点 南派它很多这些画家 包括一些丘陵地带 是吧 岩浆的这些江边的这些山山水水水 是吧 他们画的都是一种翻头 你看《黄公望》当年画的复权山剧图 大家都知道 那就是沿着江边 画了四年时间沿着江边画 画了那么一幅画 也是写声创造出来的 当然了古兰很多后来者都给它去对过 反正那种面貌精神是全部体现在画面上的 用笔也非常好 它那个对比吧 就是它是用了一种大的这种几何结构和小的几何结构 在笔墨上它们一招特别多的这种干湿浓淡 基本上就以一颗笔为主 然后一遍一遍的这种圈叉 然后形成这种大小对比 形成这种三角形的 然后形成这么一个空间吧 当时你看董元 董剧 他也是 你看董元 他画的也是这些江边的景象 寂寞记得特别厚 其实我受董元影响 也有一些影响 最多连过他的东西 在这我连巨栏的更多一点 巨栏的是大匹马 长匹马 因为巨栏这边 他有个画中 他有一种寂寞之道 发道之意 他一些东西 你看他什么都不佳 就一些树和山 这种丘陵地带表现的 比较优深的这种静谧的 单纯中又丰富的这么一种感觉 我觉得非常好 北方的 还有那个李成 李成吧 他的那个画比较深刻的 他就是那个青鸾 肖似图 这一张我05年 我连过一次 当然不能叫连 就是根据他那个精神面貌 根据他那个意境 我又创作了一个图 当时还在中国美术馆展 当时是006年 从中受益就很大 所以说北方的画家 这种苍茫感 厚重感 这种寂静感 它是在画面中 表现的比较大一点 其实南派北派画者 是更多的与地狱情怀有关系 那在这个山水画 它这个理性和感性之间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画 创作也好 写生也好 所谓感性 就是凭这一种感觉 你瞬间的这种感动 不 上那间的这种感动 是吧 留给自己是永恒的记忆 所以感性的画 画家呢 有你看 傅宝石 他就比较感性的 当然了 感性的同时 他必须有理性的分析 就是你画之前 你要有理性的 就是处理一些画面的 一些小的 一些点睛之物 包括画中的人物 画中的一些这种花草 山水中的房屋 楼庭 这种等等 这些东西 你必须在理性的情况下 因为感性的情况下 是把握画的大的 这种节度 这种块面 总结的话 应该用感性去画 理性收拾 两者结合好了 就是二者结合 又有大的一方面 又有细的这种结合 就泡沫和钩线的这种结合 其实说到感性跟理性 它更多的是一个艺术的 结合和追求 我理解的就是 有感性的大的一个局部 然后再有理性的 这样画龙点睛的创作 可以这样理解 是吧 李老师对山水画的 这个深入的理解和创作当中 都会有三个阶段 这三个阶段的灵感 来源于哪方面呢 其实我在这个 同学和中国画的这种过程中 一般范围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是古风监狱 古风监狱 古风监狱 这个阶段 所以古风监狱 就是既孤优先 就是从传统中 学的这些笔墨 然后用传统的笔墨 写现在的一种性情 既孤优先 也比较适合 现在的生命观点 当时做出这个系列来 大家都特别喜欢 因为画面还美 不好吧 现在画得这么黑一样 当时古风监狱 还是在公王府 那个还搞个个展 当时影响也比较好 因为这些画 当时古风监狱 一般是用这种 用色质用的比较多 就是那种草底 这种带点颜色的 这种方古纸 画面中有一种文气感 比墨墨串通一些 然后再找一些这种 将一些这种时代感 作为基调 然后做出这个系列来 这个系列现在看看 还是有些问题 这些问题就是风格 强化的不是特别够 没那么明显 对 没有现在这个明显 那后来呢 就是第二个阶段了 就是做的这个 原言供养 原言供养了 主要的就是借古人的 这些诗词 来表达一些 自己的这种感觉 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主要的就是 泼墨多一点 也是一种激发吧 化原言化炎 也是为了再一步提升嘛 当时看了 陆元兽的东西挺多的 因为陆元兽先生的这些 元气水发都比较好 后来我加了很多 这种泼墨的结合 在里面 这段时间多做的这些激发上 基本上就是一出没发挥住 化化到这个七八成干的时候 七八成的时候 再用水把它洗掉 形成了一个延远感在悬枝上 根据这个延远感跑出来的东西 然后再加入自己想象的那么一些空间 想象的一些景象 慢慢的把它缩完善它 那一批反正画吧 就是画的反正就是默契必有连利的 这么一种感觉也好玩 那第三个阶段呢 第三个就是说那个月下观山了 月下观山是进那个古风监雨和鸢盐供养之后 两者的一个总和 这三点也是有一定的关联的 因为你从石谷到鸢盾 然后你 是吧 你得传下来的 这这一块就作为我是一步一步的 这三步走下来 月下观山啊 就是一个现功龙道之山 虽然朦胧如幻 却立得在目 因为这一块呢 就是说也是一个自己内心的一种协照吧 月下观山的 主要是赶我来自哪呢 我不是从大自然找到 我是偶然看到一些摄影 一些黑白的这种照片 哎呦特在寒 既黑既白 中国话 是最好的 最好的 是吧 灿烂至极 是吧 别乱和那种颜色 我感觉都漂亮 都在寒 单纯了就美嘛 嗯 然后 然后就一 一将自己也需要这么一种感觉 然后就做这个系列 很多人问我 说你那个画 上面为什么画得这么黑 嗯 是吧 当然月下观山不一定画黑了 就是月下 那有些是留白也非常好 因为我是既黑既白 我需要这么一种语言符号来称赞自己的画面 大黑 大白 大白 画面中很多光点的上一期就结合起来了 是吧 就和眼睛一样相显在画画中 所以我是找一种画面的形式感 强化画面的视觉冲击力 因为现在展览也多了吧 有时候在展览中也需要一个更多的需要自己的个性 被大家去去关注 是吧 所以就做这个系列 这都是一些内心的行动吧 通过月下观山吧 月光它是静谧的 是吧 自然的 是吧 也需要一种 找一种就是说既生活在现在 有原理尘埃的这么一种景象 那这三者的这个系列的特点呢 这系列的特点它是一步一步的 就是三步去吧 我是基本上就是学画的过程这三点 就是从这个分解理解到见解 分解理解见解 也就形成了古风间语 原言共养 月下观山 这三个系列 翻解呢就是说你从传统里面 罗总统留下的这些传承里面 从这个局部里面 名画里面的局部里面 你慢慢给它解剖开 慢慢的去学习它的一些圈套电缆 它的山水画 他们的意境 他们那个当时画家的 它那种仙态你慢慢的你得尝试着去去慢慢的去感悟它们 去理解它们是吧 当然了那激发那是必不可守的 激发当然咱也得需要去去研究去探索去学习是吧 理解 这是分解 你理解呢就是说 你分解完了 你通过一个消化的过程 你就慢慢的怎么去理解它 这个理解呢就步步到学生这一块了 学习的东西慢慢的怎么去消化它 是吧 一步一步的必须的从理论制造实践 从实践中你得去慢慢的摸索 最后你才能见解 见解你就是有了自己的看法 又推出月下观山上 我可以大黑大白 是吧 我可以记得非常浓重 非常厚重 是吧 把自己真正的需要表达的 厉厉见之的 会刷的这个宣誌上 是吧 这是一种非常快乐的事情 我觉得快乐的事情 就是在绘画当中体现出来 那这三者的追求是体现的哪方面 三者的追求吧 就是一种 使古人不在古兰之面貌 学习串动的时候 在古兰之精神 精神 当然你这个比墨你也得学 就更多的它这个精神面貌 它的一种气息 其实文化画 这三点主要就是从这个气息上走 从气院上走 走气啊 它是画中的一种气 另发中嘛 是吧 气面生动 古发用笔 是吧 随略负财等等吧 它这么一块 实际上气面生动 它饱含了其他的后面的都几项 你古发用笔 古发用笔 很多人他认为就是中逢 那是一个泛泛的理解 古发用笔还包括了造型 你的造型画的一些造型能力 脉络 是吧 山水画的脉络 转折 它都整个它都包括着 那这三者在这个笔墨分析上老师有什么样自己的一个见解呢 翻写上基本上还是一些激发 就是最早画的这个它都是以勾勒为主的 到了这个中西渊源共同这块就泡沫多 现在就月下观山这一块就泡沫 勾线 圈套电缆 结合的就是相对就成熟一些了 这画风就找到自己需要的那么一种表现这个主题的办法 基本上还就是浓泡蛋 蛋泡农 这些激发在相互的运用 运用相互结合 但是这里面我参考了画面红很多东西 它的一些画域录啊怎么的 你慢慢去看 你慢慢去看 包括它的一些这种激发了 也技术性了 你可以翻门覆覆的给它演变一下 演习一下 你看它是用点吧 浓泡蛋 蛋泡农 你可以用墨 浓泡蛋 蛋泡农 是吧 里面有干有湿 现在中国话还有一点 它永远都是在这个矛盾对立中 同意变化 你看浓和淡 湿毛段 浓和淡 干和湿 黑和白 是吧 纵和横 它把这个矛盾结合了 对 浓泡蛋 蛋泡农 对立它同意 然后就写 这个画面它得内看 它有点笔墨 它得有那个力度 那说到这儿 这个绘画当中 我们老师运用的这个塞济法也比较多 它在您的绘画当中 有什么样的一个创作的作用 塞济法 其实前面古兰也有过 就是说你勾你勾勒的同时里面两棵树之间里面有空间你可以再填一个再填一个当然你不能填死了需要留那么一块空隙 这个空隙就是画的气 气颜 气点都可以 咱就可以这样去理解作为专业人 是吧 你留 只要塞不死你继续塞 塞到一种密不透风 就可以了 在一个很简的情况下要送一下 简的情况下送一下 是吧 就说和密的一种对比吧 我觉得绘画它是一个相冲突的相结合黑白水墨 是吧 而且是这个密集 只要你能插进的这个点都可以去用春擦的方法都可以用密集的去点缀 李小松有着画家都共有的爱好 那就是外出写生 在大自然中寻找灵感 不过李小松的独特之处在于 他特别强调写生现场的第一感觉 在此基础上 加上自己对传统的领悟与内心的感受 观者能很清晰地感受到 李小松笔下山水的精神和他的心境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您现在收看的是水门单亲 名家讲坛 李老师在这个北广人物专题当中 我看过的您的一句话 是一片山水即一片心灵世界 这个山水跟这个心灵世界这句话的理解是什么呢 一片山水即是一片心灵的世界 其实就是代表着画家的一种对山山水水的一种向往 一种传净 就向往那些见调没有污染 见调没有喧嚣 比较安静的 是吧 静谧的 自然的 这么一种心灵世界这种心灵世界这种意境啊 我觉得像上山若水的感觉 有那么一点意境 也可以这样说 是吧 就是画家和山水的这个山山水水自然的这种互动啊 第一要神仙 你必须隆纳到这种山山水水中 整个神仙你各去了 然后先静下来 然后画画才能得 鼻外之鼻 墨外之墨 这有这样才能下笔如有神 对 情感和意境和这个感觉都达到的同时 其实在这个作为一个初学者 他经常也会去写声啊 比方说我也是对绘画有一些学习 我在写声当中 我会看到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景色 但我不知道有的时候该从哪个地方下笔 这个时候就能体现出一个初学者 渴望在写声当中能创作出一幅好的作品 他应该是怎么去下笔才能创作出来 其实这个写声的最大的问题 初学者就是一个取舍问题 取舍 一般你取舍不好就没了书密 是吧 你书密没有秩序 这画面就是比较杂乱了 是吧 再就是鼻墨的控制 因为它和这个联摩的不一样 联摩你有翻版 有古人引着你去走 当你走进自然的时候 你去靠自己 靠自己对自然的观察 你去画 注意就是书密的这种节奏性 浓和淡的这种互迫 是吧 跟干和湿的这种共生 你怎么去走 就是多画 多练 是吧 翻翻覆覆的慢慢就能找到自己的这么一条 自己写声的这么一条路 路子 林老师可以给我们讲一下这个写声 要在写声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方面 写声中你注意的就是说 还是说的 你是一个取舍 面对景象 这种把握 就是重点 就是你 取舍是重点 这个写声的关键就是在你原先对传统的理解 是吧 因为现代的这个写声和古人它不同 现代人的多把写声有可能画成有点类似风景这一类的 是吧 古人这个写声关系是什么 就是我与山水打成共识 是吧 我用心去画 更多的是借山 表达自己的感情 是吧 现在吧 是看到这个外面的景象 有时候看到景 计划景 是吧 它不是借景生情这么一种关联 是吧 现在和我学生啊 初学者他是容易犯这个毛病 就是见什么 画什么 对 是吧 他需要的就是说 他自己的详细力他还能去加上 是吧 写声就是你得一山挪树 一山挪树 你看 这个山 这边一块山 我可以把这个山挪到这个画上 挪到 最后你形成一个 加上自己的感觉 加上自己的体验 自己的经营 把它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画面 是吧 最后你表达自己的先性率最高目的 这都是为以后创作服务的 是吧 你看很多老先生画的都非常好 你看李克兰先生先生 然后画面红先生 他都正在自己的这一种 是吧 他就画最后就画出自己的先性来 画面也非常处理的非常到位 比较灿烂经营 是吧 哪个位置放哪个位置 这应该是非常关键的 反正是记住一点 这个初学者也多看吧 多学多画 多看多学多看 这是唯一的办法 其实我刚刚听了 李老师给我们分解了 其实在写生当中 你不只可能说去写生一次 有可能你写生很多次 你可以把很多次的所见所看 就是用加减法来挪用 来运用到绘画当中 也要加上自己的情感 这幅画才能呈现出来 写生我也去过很多地方 是吧 这是最近的一些写生是在贵州 贵州 贵州和花西 花西你看高破云雾缭老的那种感觉 西水前唱都非常美的 古城那种感觉 最近花了有二十来副 花了二十来副 因为每一次出去写生 有时候我在路上 就一直就想 就是说 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表现方法 这个表现方法的同时 你还不能离开自己的风格 你不能说老变 就是今天你画的这种办法表现 明天又突然变化太大不行 在完定自己的情况下 在一招不同的一些地方 就大通中去不同 贵州我是第一次去 反正在那地方就是画了十来天吧 这十二页的所思所想 基本上就是形成自己画的一种 就是说把这个北方的一些这种山石的一个圈法 结合南方这个丘陵地带的 它那个树木就有点圆木油烟这种感觉 也比较翻密的这么一种感觉 也特别好 然后就在那里画 画了就是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一种实画法的问题 这个实画法就是说 有时候先用鸡蛋的沫或者水在画面上铺 是吧 铺完了之后 再用略为重一点的墨和干笔去圈仓 圈仓 然后等这个墨打到那个石的纸上以后 它是慢慢地散化 当然了 全部干完之后再去处理 每一个地方都有每一个地方的特点 你去表现的手法也不同 所以画家嘛 就是要战队每个地域 见谅的和自己融为一体 把那个景色都全部 体现出了 还是画作县中山县中水去表现 黄变红说的老先生说的一句话 就是写生 日能得山传之谷 欲语得山传之气 黑得闭目沉思 非凌略其景深不可 深意为此 对这句话 有时候很多东西画完了 一般就晚上开始整理的时候 你需要闭目沉思 把白天遇到的那些瞬间的这些变化 山石的变化 鸳烟的变化 你要牧师先记 记在心中 然后去慢慢地在画面上 呈现出来 呈现出来 达到一个需要的一幅画吧 那第四季前的观众朋友们 您现在收看的是水墨丹青 名家讲坛 本期我们请来了著名山水画家 李小松老师 那接下来我们的时间是绘画时间 有请我们李老师 为我们现场 《挥豪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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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李老师对于这幅画我们做一下点评吧 这幅作品呢就是题目是松盈之间有喧嚣也有清记 也是表达一种嫌疑性的东西 是吧 这个画面中几块山石穿插在松盈之间 有一种光感远山已红 飞向远方 下面的几个竹筏 停在小溪的边上 就是更加表达的一种心理上的一种愉悦和放松吧 刚刚我们李老师创作了这幅松盈之间 让我们感受到这个山水花在山间 包括它这个鸟与人物的这个呼应 点缀 感觉这幅画的留白 呈现了这幅画的精髓所在 非常感谢您收看本期水木丹青 名家讲坛 我是许立佳 我们下期再见